我們首先敬禮傳承主事 敬禮了名和尚 敬禮殺家真空喪事 敬禮十六世大寶法王喀瑪巴 敬禮圖登達吉喪事 敬禮貪承善寶 敬禮父母主尊 要施流利光王佛 我們齊勤要施流利光王佛 聽所有眾等的心聲 讓你的眼視於所有的眾生 人人都能夠心想事成 敬禮要施流利光王佛 師母 敬禮 敬禮 忍仁波切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唐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敬禮 今天我們到臨的貴賓 臺灣省政府秘書長 鄭培福先生及夫人 韓悟貞女士 南投縣政府觀光處處長 王延忠先生 中央研究院驗室 朱時宜教授及夫人 陳文文女士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整型外科主任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整型外科主任 鄭昇龍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奠基系教授王李博士 國立中正大學奠基系特聘教授王晉賢博士及夫人林士貞女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齊管系教授林孟燕博士 國立宜蘭大學電子系副教授林秀吉博士 國立宜蘭大學電子系副教授林秀吉博士 屏東教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葉淑文教育博士 立法委員蔡其昌先生代表陳惠美女士 民進黨大臺南市黨部主委蔡旺前議員 高雄市議會議員喜會議員代表 世界華官功德會總會長長人上司 中委會法律顧問卓中山律師 副臺集指商禮禮館 副臺集指商禮禮館 嚴禁華飯店台中店駐店經理沈中陽祥先生 百姓銀行 賴怡燕小姐 香港傑出企業家雷鴻毅先生 及夫人曾美婷女士 高雄西 高雄鴻毅先生 Same Classman 朱金水先生及夫人 陳哲祥女士 My Sister 盧盛梅女士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新燈 製作人 徐雅琪師姐 六組談金密中道次第廣論製作人 連夜上司 主持人 佩金師姐 Today is a nice day Because I have the sun in And a little bit of wind A nice day Thank you for coming And you soon next Friday Next Friday 大年初一的時候 就是我們榮栗新年 Chinese New Year 先給大家恭喜 大家新年快樂 大年初一的時候 早上大概十點四十分左右 這個副總統 這個副總統 這個吳敦義副總統 會來台灣雷脏寺 他禮佛 也祝大家新年快樂 就是十點 早上十點四十分的時候 這個吳敦義副總統 會來台灣雷脏寺 這個先跟大家講一下 那麼下午 下午有這個彌勒佛 彌勒菩薩 彌勒佛的附魔法會 請大家注意一下 另外那個剛剛琴華的中觀堂 它是尊聖佛母法會 那是在中正紀念堂 中正紀念堂前面的廣場 前面的廣場 有這個尊聖佛母的法會 尊聖佛母的法會 因為它的法力很大 就希望藉著這一個法會 能夠幫助 在生長在這個地方的人們 能夠減少災難 增加福分 能夠經濟發展 能夠一切平安吉祥 是做這樣子的 另外剛剛琴華的也有 房地雷脏寺 它主要是 這個接財神的法會 希望報名越多越好 另外呢 也可以加持所有的弘法人員 能夠得到相應 那麼為眾生做山海鎮 跟洪水的相解 那吉祥感應 都會非常的好 他這個法會啊 有所謂的三聖母 那麼第一位就是 先王 搖瓷金母 另外就是地母 我們曉得地母 另外就是天上聖母 馬祖 一共有三聖母的法會 那麼代表著虛空的 是搖瓷金母 代表著海的 是天上聖母 代表陸地的 土地的 就是地母 就可以講說天地水 這個的大法會 歡迎大家這個報名參加 今天有一個特別的感應 跟大家講 那麼我進到這個大殿的時候 禮拜搖瓷金母 抬頭一看 搖瓷金母 不是金色的 而是他穿藍色的 穿藍色的 藍色的叫做 布露 布露 藍色的是布露 他既然可以變裝成為穿布露的 表示他人 他對於這一次的法會 非常的關照 因為我們沒有看過 搖瓷金母穿過布露的 所以我一看 非常的驚訝 咦 搖瓷金母怎麼穿布露的 然後我又看到那個 這個搖瓷金母的這個滾邊 布露的滾邊 它是一種這個 這個 Rate Rate的顏色 紅色 紅色 它的滾邊紅色 我發覺搖瓷金母也為了一個領金 為了一個領金 它是Yellow的 Yellow 黃色的 今天一來一看 搖瓷金母不同 原來他也會換衣服 我以為他每一次都穿同樣的金色 或者金色的 或者白色的 從來沒有看過他穿這三種顏色 我一看 哇 跟我穿的一樣 非常的欣慰 這個是相應的顏色 感應非常的殊勝 感應非常的殊勝 另外有一件事情要報導的就是 上一次我在三義雷藏士講過的 就是圖登西蒂的外婆 圖登西蒂仁波切的外婆 它是這樣子的 我稍微補充一下 那他在我在美國西雅圖的時候 他就九夜的時候 他就得到一個夢境 師尊要叫他 要帶他走 那他的圖登西蒂的伯伯 他說 哦 師尊要帶我走 他非常高興 然後他就說 那我整理一下行李 要打包一些行李 那個時候呢 這個師尊對他講 我是帶你到馬哈雙蓮池 哇 他那時候就講說 我去馬哈雙蓮池 很好 然後他就 他說既然氣馬哈雙蓮池 就不用打包行李 那他就 沒有打包行李 這個夢很快就醒過來 以後呢 他就覺得他自己身體 四肢都沒有什麼力量 前身都沒有什麼力量 又有一次 我就補充這個 他有一個夢境 師尊來告訴他 你在法會當中 就是在我們雷杖寺法會當中 你就可以往生 他只是身體沒有力 然後去給所有的醫生檢查 都檢查不出什麼毛病 什麼毛病都沒有 那 就是身體非常的虛弱 四肢無力而已 那麼一直在講說 師尊要帶我走 為什麼還不帶我走 另外呢 他又在佛堂祈求 希望在師尊法會的時候 他能夠走 結果在1月11號是 蓮華僧大師的 附魔法會的時候 他早上精神還很好 要參加法會 也來參加法會 也參加了灌頂 灌頂的時候 一切都是很好 一切都是很好的 他是坐著輪椅 然後這樣推過去 這樣 然後他就開始昏迷 昏迷 昏迷 這個我稍微一算一下 哎呀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等一下我給他摸頭 然後我就起來 到時候給他打著摸頭 摸到這邊來的時候 第一個他躺在那裡 他坐在輪椅上躺著睡著 我一摸他的頭是熱熱的 哇 那我還給他加持 接著我就去摸頭了 喜師兄就叫那個 李嘉玲醫師 李嘉玲醫師 他說李嘉玲醫師在這裡 現在在這裡 在那裡 李嘉玲 李嘉玲醫師 他說你來 你來給 給這個 這個 病患 這個按一下脈搏 他是中西醫都會的 他就按脈搏 他說根本就沒有心跳 所以那一天 很少人知道 就在我們當中 已經有人往生 已經有人往生了 這個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因為師尊跟他講 你會在法會中 你會把你接走 那麼他家人都說不太相信 因為法會只是三點到五點 五點多 三點到五點多 這個時間 這麼短的時間 你哪裡說你能夠走就走 人要走 人要走的時候 他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走的 如果讓你知道 大家都會準備好 就是讓你不知道 哪一天 哪一個時辰你會走 都不知道的 結果一個禮拜 只有一個星期六才有法會 星期六才有法會 怎麼那麼巧就是星期六 也是在法會 就在法會的時間 他就真的被接引 我還知道呢 他到了西方極樂世界 居然是上品終身 他這個上品終身 很少人有 我們一般到西方極樂世界 能夠下品下生 已經很好 九品連花生 當中的下品下生 已經去求到了 你看 也很有感應吧 他能夠上品終身 而且他人家在講說 唸八百萬遍上四星咒的時候 他就計數唸八百萬遍的上四星咒 以後他就不計數了 可以講他可以唸一億萬遍的上四星咒 唸個不停 就憑著上四星咒 他就能夠到上品終身 可見 可見啊 這個 蓮花童子的心咒 是不可思議的 他沒有修很多的法 沒有修很多的法 但是他也認真的每天都要修法 而且每天都要持蓮花童子的心咒 所以一心是非常重要 我跟大家講一心是非常重要 你有那個心 佛就會接引你 佛就有感應 所以心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跟大家講 你只要一心 你只要一心就能夠有成就 那今天呢 那個我們很曉得那個 American University Nord University It's United States American United States California 高敏路師兄 他就看到蓮花童子 他就能夠在身上 在吐吐當中 就可以把名點提起來 而且能夠得到大樂 整整24個小時 另外我們這個卓中山律師 卓中山律師 他最近很認真在修法 他能夠眉心輪轉動 能夠轉動眉心輪 眉心的輪一直在轉動 他自己有接受 而且他接受到很多的 很舒暢 很舒暢 很舒盛的 這一種感應 在他身上 他只是 剛開始修法不久 周中山律師 他就有非常好的 這個 這個 舒盛的 這個相應 眉心輪一直在轉 眉心輪一直在轉 這是很好的現象 很好 很好 我們本來就是在講說 這個五輪都要轉動的 都要轉動五輪 中脈 然後轉動五輪 他能夠有這些相應的現象出來 非常的殊勝 非常殊勝 所以你只要認真修法 都會有相應的 像徒登西蒂仁伯切的 他外婆 他能夠就能夠作化 他等於是沒有病了 醫生檢查都沒有病 但是他做著 做著輪椅 在法會當中 無疾而終 無疾事化 這個是最高等的死亡 低等的 所以征活祕法 值得切信 征活祕法 值得切信 誰能夠講說 我要什麼時候死 就什麼時候死 誰能夠講呢 他說在法會當中死 他就是在法會當中作化 非常偉大 非常偉大 所以很多相應的事情 很多的 那麼今天呢 我也看到 有一個人 走到我的面前 很清楚 很清楚 那這個人呢 就是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新燈 西亞奇師姐的這個伯伯 他真的走到這個台前 真的台前 然後顯一下影讓我看 然後他就走出去 然後在佛中 在附魔佛中 在附魔佛中 往上虛空中走 這個都是相應的現象 都是相應的現象 這非常好的 非常好相應的現象 以後一切都可以安心了 那都是非常好的 我們耀師流利官王佛 本身非常的靈感 師尊親自見到 耀師流利官王佛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自己有病的時候 你恭念南無耀師流利官王佛 或者念耀師流利官王佛的心咒 只要它現出來 那個光現出來 它出現讓你看 你的病一定會好 我在隐居的時候 曾經得到一場大病 也就是我自己講 這個腦裂症 就是腦好像裂開一樣 腦昏八半 裂開 然後我就想到 應該找一個佛教的國家 去繞市 繞塔 去拜佛 本來我想去日本 最後我去古利亞 去韓國 韓國也是佛教的國家 很多很多寺廟 很多寺廟 那麼因為中國是佛教的國家以後 到流傳就到了古利亞 由古利亞再到日本 要帶到日本 然後我就去了韓國 去每一個寺 都去給他繞市 每一個佛都給他繞 然後去繞 這個很高很高的 要使流利光王佛 他見了最高的要使流利光王佛 我去繞了他 繞市 然後跟他鼎禮 跟他禮拜 禮拜以後我身體也不是很清爽 回來的時候眼睛一閉 要使流利光王佛 獻神給我看 非常的清楚 一起去古利亞的 師母有去 還有誰 沒有啦 師母 另外還有 卡尼弗尼亞 四個加州的小女生 跟我們一起去 那個去韓國繞市繞塔 他們也有去 我當時在遊覽車裡面 所見到的 要使流利光王佛 夜光菩薩 日光菩薩 要王菩薩 要上菩薩 還有十二藥叉神將 所有要使流利光王佛的見属 全部出現 我那時候就講一句話 我的病一定會好 因為我見到要使流利光王佛 他的感應就是如此 讓你看見要使流利光王佛 那你的病一定會好 回來不久 這個就完全全意 一點點事都沒有 要使流利光王佛 有兩個手印 一個手印是放五色光印 就是雙掌分開 這個左手拇指壓十指 掌心向上 右手拇指壓十指 掌心向內 向前 向前 就放在胸前 這個是要使流利光王佛 五色光印 另外呢 要使流利光王佛根本印 就是雙掌 Mul 雙掌 AMP 双使流利 Cav献 兩個大魔組樹立 而且相併靠 放在胸前 這是他的兩個手印 那麼要使流利光王佛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形象 他的形象在這個 赴摩佛的前面就有 另外我们这里也有 这个坛城这边也有 他的心咒是 迭雅他 奥 别喀之亚 别喀之亚 马哈 别喀之亚 拉扎 撒摩 喀得 喀哈 这是药师辽力观王佛的 这个咒语 有了这个像 有了咒 有了手印 就是药师辽力观王佛的 这个念诵法 念诵法 它是有一个修行的方法 以前我有教大家 药师辽力观王佛本尊法 药师十二神将的法 跟除鬼神病法 跟七佛药师五坛修法 这五坛修法 是最大的法 是药师辽力观王佛 七佛药师五坛的修法 是东密 来讲起来是最大的法 那么五佛呢 这个坛城必须要安起来 也是中央 就是不动明王 另外还有四方 东方 南方 北方 西方 都是五大明王 东密的五大明王在的 东密五大明王 圍起来 成为七佛药师五坛修法 这个法是很大的法 也是一种治病的法 今天我们做药师辽力观王佛的附魔 希望能够满众生的厌 药师辽力观王佛讲过 有他的很大的厌 就是能够除众生的疾病的厌 众生疾病 希望大家灌顶以后 你哪里有病就摸哪里 你哪里有疾病你就想念哪里 然后受灌顶 那个疾病 希望药师辽力观王佛 放光普照 加持大家 有疾病的能够好起来 我还想到 台中的廖医师 他是郑生龙医师的高中的同学 那是皮肤科医生 跟郑生医师是整形美容 他的主任 跟郑生龙医师是高中同学 他是你的高中同学 他的讲话很诸臂的 我怎么样 我进去里面以后 他就跟我讲 诺师尊你又来了 他很高兴 然后呢 我跟他讲 这个皮肤病什么时候会好 他说 会啊 我说什么时候 他说死掉的时候 他很喜欢跟我开玩笑 我说死掉的时候 我说 那 不是会好吗 他说会啊 他就问你 你感冒会好吗 问我感冒会好吗 我说会啊 那感冒还会来吗 我说会啊 也会再得到感冒 你感冒会好 但是你还是会来感冒 诶 皮肤病就是这样子 会好吗 会 会 什么时候永远好 必 死了就好了 我问你医生怎么讲这种话呢 蛤 我医生 你是我 卢斯尊 你是我的医师父母耶 我一次给你医好 我一次给你医好的话 我怎么赚你的钱 你就是给你医好一下子 你又来 又发作又来 我再给你医一下子 这样我才有钱赚啊 我医生就是靠这个吃饭啊 不然我们所有的医生给你一次药 你就好了 那我们吃什么 这个廖医师讲话是非常那个的 我跟师母就以为他不懂英文 我跟师母就用英文交谈 没想到他也会讲英文耶 他也听得懂 也讲 听得懂我在 我说 我说 crasy darte 他说 哦 他就讲说 No I'm no crazy darte 他还会讲英文 很好 跟大家讲 病的确是很难痊愈的 很多的生理上的病 真的是很困难 最重要的一点 要把 还有心理上的病也是很厉害的 心理上的病也是很厉害的 要把生理上的病治好 要把心理上的病治好 我们要学习佛法 这个经过这个佐佛的燃烧 经过我们的光明显现 明点的光明显现 然后我们进入 这个非常严满的境界里面 这个时候的病 才算是真正的好 今天 介绍要是流利观望佛 就介绍到这里吧 我们讲一点大圆满 大圆满法 这个有一间伯父圣民的寺庙 在过年之前 都会将壮观的庙椅 重新粉刷一次 让建筑物泛然一新 新年当天 庙里的和尚恐怕 善难心理跟观光客 又会在写白的墙壁上 胡乱涂雅 所以就在墙壁上写着 此处不准写 当天十庙相佛非常地鼎盛 游客涌入 有一个游客 看到墙上的字以后 就在旁边加了一句 为何你先写 十分钟以后墙壁上又多出来一句 干嘛不准写 再过五分钟 又一个游舍补写来一句 要写由他写 结果墙壁上又增加了一句 要写大家写 我这个意思就是讲 病是治不好的 本来没有病的 有了一个病以后 就会增加另外一个病 再增加另外一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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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最后 全部通通都病 病是真的是不会好的 它会再重新再来 那我们擅自珍重 只有学习佛法 才能够真正把病完全除掉 否则你在轮回 再轮回 再次的轮回 一直在轮回之中 什么时候你的病才会除去 佛法就是叫你 以后永远不用轮回 什么病很重要的 这个心理病也很重要 有一个 瓦盛顿的把锁大王 娶了New York的把锁女王 不久以后他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的出生的时候 右手紧握着不放 怎么搬他都不放的 这个时候 这个两个把锁大王 跟把锁女王 认为 可能他们的职业受到天前 让儿子不能继承家业 找到许多医生 都不能让儿子的手指 能够打开 后来惊人介绍 去找一个心理医生 这位医生问清楚 这一对父母的职业之后 就拿着一个金表 给小孩子看 小孩子居然伸出右手 要来拖那个表 结果呢 结果呢 他展开他的右手中 掉下来的是 这个 护产科医生的戒指 原来他在出生的时候 右手已经偷懒 这个 护产科医生的戒指一直不放 大家还以为他 他的手已经握住不放 没有办法拿下来 我告诉大家 这是遗传 遗传 病也会遗传 病也会遗传 健康也会遗传 寿命也会遗传 他的基因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佛法 才能够把基因整个打破 你没有基因 没有转世轮回的基因 你才能够往生佛国 从此以后 不要受病魔的干扰 好 我讲戴民法 圆满法 我今天跟大家讲 明光法的口诀 明光法的口诀 明光法就是什么 睡在光明里面 今天讲的这个很重要 你要睡觉的时候 眼睛闭起来 躺在床上 全身放轻松 无视无心 在你的心中 你没有什么事可以担忧的 你也没有什么心中什么事 外面没有什么事 你心中也没有什么事 一点都不担忧 很快你就能够入民 很多人不能睡觉 很多人 睡眠障碍的很多 这是属于心理上 另外还有生理上 生理上是因为你年龄的关系 因为你到四十岁的时候 你的退黑急速就少了一半 有的人很幸运 从年轻到老都能睡 师尊也很幸运 师尊七十岁 躺下来 跟十七岁一样 几秒钟就是呼声大起 就打呼了 几秒钟几分一 我看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睡着 反正躺上去 修了明光法 不知道 醒过来 不知何处是家乡 有时候我睡 睡在那边 有时候睡在这边 有时候睡在别的地方 有时候在高铁上也睡 在火车上也睡 在飞机上也睡 在轮床上也睡 醒过来 要认识一些环境 这里是哪里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可见我是睡得很深 生明才会有这种现象 根本不省人事 不知道到哪里去 人也不见 那一刹那之间我就睡着 管你什么烦恼的事 那些垃圾的事 全部丢掉 丢到垃圾桶 所以现在我很少失眠 很少 根本就没有失眠 这两个字 没有 很好睡 这是无事无心 明光华是什么回事 躺着眼睛闭起来 你观想你的喉咙 这地方有一个 谢字 谢 是阿弥陀佛的谢 谢字 这个谢字 阿弥陀佛的谢字 阿弥陀佛放红色的光 然后谢字旋转 变成阿弥陀佛在你的喉咙 喉记安住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放红色的光出来 照向你的床的上方 在床的上方结成一个红色的网 然后像闪一样 闪盖一样套下来 慢慢的套下来 然后你睡在这个红色的光明之中 这个就是明光法 很简单 躺着眼睛闭起来 观想谢字 谢字旋转 变成阿弥陀佛 红色的 阿弥陀佛放红色的光 从你的喉记 升上来 升上虚空 然后变成一个光网 把你照住 谢 Om Ami Tequa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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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进入明中 你进入明中 红色的光照你 任何一种外来的什么力量 都没有办法把你摇醒 你就睡在光明之中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明光法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明光法 那是很简单吗 密法很简单 看看 看看你用心不用心 你用了你的心力出来 专一的观想这个限制在你的喉记 旋转 变成阿弥陀佛 变成阿弥陀佛 放红色的光出来 照住你的床 哇 这个就是明光法 然后你安心的睡 因为有阿弥陀佛 因为有阿弥陀佛 红色的光照住你 你还怕什么 这个鬼压床 什么 鬼压床也是不错 尼鬼来压床也很好 而且还要漂亮的尼鬼 不能是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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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漂亮的尼鬼来压床 留一个光网 留一个门 让他进来吧 也是不错的 也很好 反正 有情人终成见数 另外 还有第二个明光法 在你的眉心轮 按上大日如来 按上大日如来 在你的喉轮 按上阿弥陀佛 在你的心轮 按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要师流利光光佛 在密教里面 阿弥陀佛就代表着 要师流利光光佛 在你的心 在你的忌轮 按上了保身佛 在你的密轮 按上了不空成就佛 倘作观想五佛 或者五个咒日 都可以 五佛的五个种子日 或者你念着五佛的咒日 按上咒日 然后旋转变成五佛 直接观想五佛也可以 然后五佛各有颜色 全部放光出来 像大日如来 放白色的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放红色的光 阿弥陀佛放蓝色的光 保身佛 阿弥陀佛放绿色的光 不空成就佛放黄色的光 这种颜色的光 直成一片光网 就像闪盖一样照住你的床 你在这个五色光中睡明 就是明光网 就是明光网 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明光网 阿弥陀佛 那你怕那个 那个女鬼阿 我们男的这个修行者 还怕这个女鬼 漂亮的女鬼 打开这个光网的门 而进来 然后鬼压床 你们最好不要有鬼压床 大家最好不要 那怎么办呢 还有一种明光法 这一种明光法也是很灵的 念三日咒 躺下来念浪 使附魔佛生起来 把你的前身都烧成灰 你自己就变成灰 就很大的附魔佛生上来 浪就是佛生上来 就把你烧成灰了 浪 来了一阵轰 浪就是佛 阳就是轰 浪 阳就是轰 把你的这个死蹄的这个灰 全部吹得一干二净 床上根本就没有了 康 是空 虚空的空 又称为汉 就是康 汉 就是空了 这个床上就没有了 这个时候啊 你也睡在光明中 为什么是光明中 因为 因为虚空啊 就是光明 你没有了 你来鬼压床 真的是鬼压床啊 真的是鬼压床 因为没有人嘛 当然是压床 所以鬼压人不是鬼压床 鬼压人你会被压的 他叽叽叫 要醒也醒不过来 手脚要动也动不了 被他压得紧紧的 好像被强暴一样啊 这样子 哇 你要喊也喊不出声啊 你要叫警察 警察也不来啊 你要叫什么水也不硬啊 嘴巴也喊不出声 眼睛也张不开啊 身体也动不了 手脚都不能动啊 快要呼吸都快要没有了 那你只好心里默念 Om Guru Lensenshiti Hom Om Guru Lenshiti Hom 你嘴巴不能念 心里也要念啊 不然念你的本尊啊 Om Manipamihom Om Ami Tehwase 念你的本尊啊 Om Sisi Soha Om Ma Hom Bechakuru Pemashiti Hom Seh 就念啊 Om Ami Tehwase Om Manipamihom Om Pan Lam Mu Lintu Lintu So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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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shas Mungye Soha Om Manipamihom Om Manipamihom Om Manipamihom Onlineik e Ro kilis son They wall 你也要懂得念你的本尊 念八個本尊更有力量 那个鬼他压不住你 他一下子弹开 你就轻松了 就醒过来 这样会不会 对不对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那么 Konnichiwa Good afternoon Slamma 本丹 Slamma Lama 香 And, hola amigo And, I,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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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講錯了 不能講我愛你 要講 Satan Kam Sa Mida, Guria Kam Sa Mida 講了一大堆的廢話 這個總經理出國考察 臨時打到公司交代事情 不巧接到電話的是小明 他正在摸魚 小明回答 抱歉 我跟我的女朋友講話 待會兒你再打 總經理問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是總經理 小明也回 那麼你知道我是誰嗎 總經理說不知道 小明就講 那就沒有關係了 告訴大家 你會明光滑 誰也找不到你 你懂得明光滑 誰就沒有辦法侵犯你 明光滑很簡單 你睡醒的時候你記得 一醒過來 馬上觀想周圍 有很多的天女 漂亮的天女 他們在搖著鼓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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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妙的天谷 手骨在摇行 这个时候你就醒过来 你观想自己变化成为本尊 就开始起床 起床要做这样子的观想 很重要 这个睡觉也要观想起床 你要把自己变成本尊 有一个男孩子怒气冲冲的 对宠物店的老板讲 你把狗卖给我看门 但是昨天晚上小偷进我家 拖了我三百块 他连叫一声都没有叫 老板立刻回答 这条狗以前的主人 是亿万富豪 所以三百块钱 他看不在眼 告诉您 我们有明光法 不只是千亿的 他都脱不掉 一亿的他也脱不掉 三百块钱他都脱不掉 你会用明光法守护你自己 你也能够用明光法守护你这个家 为什么不能 你躺在床上 躺着 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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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的光出去 不只是照你的床 你观想它整个你的房子 通通都围住了 谁也不能进来托你的东西 小偷到你家门口 哦 我白天记住是这一家 到你家门口 一把锅子灰掉 哎 这个家不见了 他看到别人的家 没有看到你的家 他进去托的 是托别人的 不会托你的 你会守护你这个家 你难道不会守护你的家人吗 懂得明光法的应用 非常好的 可以这样子做 小明把红茶 绿茶 模拟发茶 全部装进热水里 然后骑着机车出门 路上遇到的警察临检 警察问小明 你这瓶议题是什么 小明拉下口罩讲 死警察 于是警察气着把他带走了 原来 他的茶 真的是死警察 这个小明他没有修明光法 没有修守护轮 他就被警察带走 要懂得修行 就不会被警察带走 五点四十七分 阿密陀佛 怎么说那么久 大家记住 明光法记得住吗 记住 三个方法 换红色的光 换五色光 把自己变成没有 统统都是明光法 尤其最后的 把自己变成没有了 就化为光明 谁也抓不到你 谁也拖不到你 谁也欺辱不到你 杠头也杠不到你 什么你都化成没有了 还有什么杠头呢 杠头也杠不到你 为什么不会做 你就晚上就 LANG YANG KANG LANG YANG KANG 这个也是三日明 OM A HOM 是三日明 LANG YANG KANG 也是三日明 你这个LANG YANG KANG 一出来 哇 你就变成虚空 变成虚空 那还有什么麻病 病也没有 也病不到你 强盗也抢不到你 小偷也拖不到你 杠头也杠不到你 这个就是明光法 OM A NIN BAY MI HOM